你見到這兩個其實出了一段時間不久的新星期 為什麼說星期?其實最近《鞋子寶》有些新聞 因為經濟不好,全球都裁縣了 我希望不要裁掉我們香港精英的鞋子寶的同事 這套賞色很精細 其實很精細的,是OK的 為什麼我會說這兩個? 這其實是兩個近期的,算是中上的作品 讓我分析一下為什麼 先開一個,我開了一個 先開一個在電視劇集中沒有出現過的角色 但有提到的角色 是啊,因為這個角色 Cree Whistler? 是,其實他就是… Mandal Mandal,一個月球,一個Governor 他就是… 我們不是有把Dark Saber嗎? Dark Saber Dark Saber 亞文、亞武的黑人的帝國軍官 後來原來他是… Ball Carton 握的劍 那把劍原來是他父親的 我看劇的解釋 他父親,我不知道是不是這位人輕 因為他父親是唯一一個 Mandalorian 他也是握… Mandal 龍的槍多 他也是有這個… 他是握… Dark Saber 是的,所以其實他是… 可能他是唯一一個 又握劍又握槍的Mandal 雙劍槍雙絕 是的,這把劍 因為看望Mandalorian的師兄 就很喜歡 因為Mandalorian的主角 就是真的握著這把… Dark Saber 是的,Dark Saber 早先流下來 經過帝國的Morganidan 拿鬼了,打贏了之後 這就是傳說中的… 原本的那個人 可能是… 死了沒有? 應該不在 在Mandalorian的劇集裡面 就不在 因為當時已經在Ball Carton 做Mandalorian的… 類似是一個領袖 其實他也要重新拿回拳 因為他把劍是要打贏才有的 好,麻煩Ricky了 好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傳說中的… 不知道是否是Ball Carton的爸爸 如果大家師兄們知道 就告訴我 因為這個人在電視劇影集出現的 而是在一些… Story 小說 但他握一把劍 就在電視劇影集出現過 就是後來Mandalorian握了那把劍 Mandal其實把劍 後來交給Ball Carton 即是他那個領袖 是第三季 第四季他應該是拿著這把劍 去闖蕩江湖 是 還有看到本身他的胸口的… 族輝 都非常之吸引 是,是不是都是那個… 原來他這個是月球的Governor 初初我以為他是其中一族的大佬 因為那個Dark Saber的故事 他就說他是… 是Mandal的領袖 即是Mandal的總領袖 你整斷了一個… 祝國嗎? 不是,他好像是這樣的… 不是呀… 咦? 真可憐 他是VF1S來的嘛 是嗎? 是呀,他真的是VF1S來的 我放進去那裡可能我自己弄斷了 我真的不知道 太可惜了 是嗎? 我拿出來好像是這樣的 但是不是斷了? 斷了 咦? 慘了 不要緊 可能是我錯的 我看看後面 很難看 是呀 不要緊 我玩玩具 我又沒有這麼要求 這些東西 是呀 所以這個Mandal呢 講一下 那個圖案 為什麼說鞋子寶呢 其實呢 鞋子寶裏面的一些… 我認為是工程員工 其實設計員工是不錯的 你可以看回其實我自己 我覺得在外形跟比例上 他有時是比日本日系的漂亮 我不否認 特別是現在的SHF 都挺令人失望的 是呀 但當然你說關節可動 那些叫做細節 是 當然他們就沒有這麼好 因為 他收的價格只可能是兩塊錢 甚至是給小朋友玩 所以你看到他沒有這麼制潔 但其實如果你看回外形 其實 或者比例是否適合人 我反而覺得 他們不會差過日系的太多 所以我就想賺一下 他們的引擎和設計的同事 希望他們仍然留在這裡 人才 你的姿勢擺得挺好的 真是不錯 是呀 果然是一個有心機的玩具玩家 其實之前有兩個師兄在意大利 其實已經賺了兩次 阿迪的了 在這片上 他好像怕我們看不到 那個戴帽那個 不是我 那個 GOLDEN BOY 他就是GOLDEN FINGER 他跟GOLDEN FINGER 是呀 他很快擺到一些很漂亮的帽子 這個我想 大家都不會不同意 因為是短時間 不是因為 還有 又英俊呢 我們的導演 是呀 還有他很快 他在現場撿到的帽子 是有點難的 嗯 我經常在現場撿的帽子 是好 你好 這個是之前撿定的 謝謝 是呀 看回這個 其實有些奇怪的 就是 經常都不明白 為何鞋子寶他們會這樣 這個蝴蝶栽 在幾年前才用 現在 在這個新產品又有 所以我就不太明白 這件事 好還是沒有呢 如果新一代就是這些 沒有的 是 比較適合 是 隱藏了 所以就有些奇怪 還有這個蝴蝶裝 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如果膠 撿得太遠 就會白化 白化 還有八字腳 是這樣八字腳 就是這樣 就是大腿和小腿 不是垂直線 這個是一個挺大的硬傷 暫時這隻 可能出帽的時候 他們的膠比較硬 會不會影響你的姿勢 是 扭 變了就不會扭 所以這個是 真的 經常都解釋 為何它有時候會跳回頭 總是走走走走 為什麼會跳片 回頭 當然 蝴蝶關節 是蝴蝶關節的優點 是 可以摘得多一點 沒錯 大家可以摘得盡 但是蝴蝶關節呢 可以多一點 可能男人要打打殺手 是 可以對折 當然 他對折 其實本身有膝頭的這個 我不能叫遮醜 他真的有膝頭的甲 變成相對玩 或者可動性來講 都真的幫到手 但是外觀 你就真的要有取捨 你要外觀還是這個可動性 重點 繼續交給你了 我不要再說 這個頭盔 德哥都問是不是斷了 其實我記得買回來已經是這樣 所以我當他不是斷 我也不知道 師兄說是三隻角 三隻角 就算是斷了 我也覺得戰損 我覺得很VF1S 其實是 而且這個在Mando的設計 這個也是比較型 是 你叫他近期出的那個男掌 就比較糟糕 還有這個很棒的 劍 其實是可以扣在背後 這個位置 伸直腳 就是少女的感覺 他就可以這樣 掛在背後 是 而且他硬是不讓你換手 這不是說做不到 其實之前有兩款是做 是呀 但你這樣變成就 老鑑 你做一個平手 已經整件事都不同了 他會無端的跳回頭 他會倒樓五年 我就說有些公仔 他是因為某些原因 延避了出產期 所以他的東西就變成 不是經常向前下 下五步 所以出現了一個怪怪的情況 你這個Whisler的設計 和造型都很吸引 作為Mando Mando真的不用太擔心 因為我自己就特意不買多些 就是吵吵這些 因為各個不同 現在有出男獎 還有看第三季 你看到很多Whisler 我覺得挺有趣的一件事 飛走了 好 講個女生 這個Sabine Whind 其實我經常都稱讚她 雖然在一套劇裡面 表現只不過是 平一般 但她的真人是漂亮一點 我不知道為什麼她化妝 化到 所以叫我Walker也不理 就是講女生 她化得很棒 好像想扮白種人 因為她其實是華人 她化得太白 變成妝好像不漂亮 簡直是肉酸 你看她的真人 你上網看的照片 漂亮很多 很有氣質 現在變成沒那麼漂亮 所以我都會開頭髮 紫紅色的頭髮挺漂亮 你看到其實岸面不用借 其實樣貌是相似的 還有我想讚這個 這個真的要讚一讚 跟工程這個團隊的人 我覺得整隻公仔 除了頭盔是有少少不理想之外 其餘的工程的關節 分件甚至比例外形 都做得很接近日系的美形 現在這樣站起來 你看不到 但當你把她的腳拉直時 你會發現沒有了 美系的弊端 你會發現 那些腳永遠是假假的 那些女生 永遠是假假的 你會覺得很沒有美感 而這個有東方人的那種 體態 是的 沒錯 而且你看到 通常你的腳是直的 它是可以給你的 腳是很直的 因為它本身的膝關節 沒有蝴蝶關節 所以變得比較容易處理 它隱藏了之後 它一來就管住了 不會穿腳 變成八字形 就是這裡這樣曲 另外就是 它有給你多兩個關節 其實你的可動是不會少了 大腿也有一個橫翅關節 這裡也有一個 變成了你擺一些 比較武俠的動作 其實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譬如擺大這款 就是渣劍款 其實是很漂亮的 你看看整個比例的身形 我覺得其實是 我自己認為 可能比某些XHF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 日本那些略嫌單薄 就是略嫌單薄 我覺得就是有點單薄 某些部位就比較擴大了 那這個是很帥 你看看它這個是飛機場來的 就是它穿了腳甲之後 是變成飛機場的 但是我挺肯定 它真人身材都是很好的 那些來的 就是亞洲人來說都是 有一個觀眾已經說 你們不可以 他想我 辛苦了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很棒 你看他 陈陽子瓊那一套 和周恩法的第一套 是俄虎藏龍二 他有出場 是嗎 是 他是徒弟 其實他是 頗出名的華人演員 唯一的敗筆 就是頭盔過大 你看我套下去 是非常簡單 沒得選的 但頭盔的設定和顏色 配色就非常漂亮 我覺得 如果存在Star Wars 如果曼戀蘭不存在這個 我覺得非常浪費 可以夾近一點 可以夾近一點 是真的唯一兩個 是Mando有劍 就是他兩個 所以我特地群組合 今晚說這一集 正 好 待會見 多謝一哥